鱼姬一个光是选出来 就能让绝大部分的战士刺客 射手袒虎色变的英雄 他有物力免伤 有硬控还有位移 既有呆式的战斗伤害 又不缺乏灵活射手的自保能力 论综合实力 他说第二 射手里没人敢说第一 甚至可以这么说 韩兴见了沉默 李师傅见了泪流不止 而很不幸的是 这一把鱼姬在对面 更不幸的是 他还有东皇为他保驾护航 看到他们这个阵容 我真的感觉到好害怕呀 于是惊慌的我 手一抖就选了瓦儿辅助 事已至此 木已成舟 大米已经组成了俗饭 队友也是被迫接受了 瓦儿辅助的事实 虽然他们还想问候我两句 但是聪明如我已经避卖了 当然了 瓦儿辅助不是来搞笑的 咱们是有目的 有针对性的 现在看起来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等司机一到 队友自然会懂我的良苦用心 所以前期咱们也是稍微积极一点 帮助队友守一下野区抢一下龙 不然咱司机还没到 队友就挂机了 那咱们的心血可不就白瞎了吗 所以36G先稳住队友 再适当的K个头 确保自己快速到死 而就在我快到4G的时候 对面的鱼姬居然还没有走 不是朋友 你真当我选个玩儿辅助 是来搞笑的吗 第一次起飞就成功的送鱼姬上路 薛薇等了一下CD 大家好了以后 咱们再一次来到上路 找一下鱼姬的麻烦 我跟你们说 这鱼姬就不老实 他看我们家打野选了菊油精以后 反手就锁了一个鱼姬 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可太清楚了 不就是想玩英雄克制吗 射手算香克不了鱼姬 打野选游精也不能克鱼姬 法师又是王朝军 团战一打起来 谁去切鱼姬呢 所以原本他这一把 会玩得很安逸 但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战 用玩儿来辅助 没想到吧小伙子 在被我抓了三次以后 对面的鱼姬 他都不要了 馅也不吃了 这让我感觉到索然无味 我就搞不懂了 被我送回泉水 和他不吃馅 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呀 都是发育不了呀 为什么非要那么自私 就不让我快乐一下呢 真讨厌 那咱们也是只能被迫的 蹲一下中路了 哎 这鱼姬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他老老实实全水挂机 我还拿他没办法 结果他居然跟我的想法一样 欺负他们家中路 不是 怎么会这么坏呢 总是想欺负老实人呢 这个鱼姬真的是太过分了 俗话说的好 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对面的鱼姬 从零开始变成了一缸六 本来应该很开心 哈哈大笑的我 竟然高兴不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 crit起来到这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